热点财经新闻深度讨论 这里是财经大迹象 我是主持人Ashley 今天我们有请到趋势分析师严肖峰 您好 严老师 观众朋友们好 主持人好 严老师 特鲁多提前举行了大选 您对最近加拿大的选情有什么观察呢 我觉得越来越有意思了 一开始是自由党 也就是现在现任政府 特鲁多政府 他们是领先 而且领先好像是有5个到8个percent 但是随着竞选的推展 马上就会看到比分越来越接近 咱们上次做节目的时候 已经是相差差不多一两个点了 就是自由党和保守党之间的距离 也就是只是领先了这么一点点 但是现在最新的情况是 现在可能保守党正在反超 自由党反而落后 这个什么原因呢 我觉得就归结为这么几个字 就是自由党承诺过多 兑现过少 为什么这么说 大家比如说 大家都关心的房价的问题 但这次自由党的施政纲领里面提到 也要把房价打下来 提出了各种各样的这种政策 实际上都是大同小异的 跟保守党相比 那么其中就提到 大家都知道这个市场经济 要想把价格打下来 就是要增加供给 对吧 你房子多了 它自然的价格就下来了 那么自由党就提出了一个 140万套的这么一个指标 但是没有实施纲领 就怎么能够达到未来四年中要提供140万套 咱们上次节目也说过 差不多是每一个移民家庭可以有一套 那么那些现在现有的这些年轻人 已经在这里的年轻人 怎么怎么办呢 所以这个140万 不管它多还是少 它没有一个实施的路线图 相反 这个保守党就很具体 比如说保守党提出 我不要搞140万套 我就搞100万套 但是我能够做到 怎么做到呢 就是比如说把联邦政府所属的这些地和这个物业拿出来 把它做经济试用房 还比如说对这些有这个私有土地的企业 给他们这个相关的鼓励政策 让他们拿出来做这个开发 开发成这个经济试用房 而这些都是看起来很靠谱的举措 但是呢 自由党就没有 所以我觉得很多人可能越来越觉得 说起来很漂亮 但是最后最后这个自由党怎么能够实施 这恐怕是一个很大的问题 这个是一方面 另外一方面呢 就是大家都注意到了 在自由党这次的竞选的现场 有很多人抗议 其中呢就是抗议这个自由党推出的叫疫苗护照 还有就是口罩令 很多人甚至像这个特鲁多呢 竖起的这个宗旨 就是说你这个是违反了我们的自由 这个我们要抗议等等等等 所有这一切都说明这个自由党前途的竞争之路 应该说是不容易的 一方面呢 他要抗议成功 把这个疫情能够控制中 尤其是这个第四波疫情正在路上 另外一方面呢 在提振经济 打压房价 这方面呢 又拿出这个切实的举措出来 能够以礼服人 以事实来服人 主持人 针对秋季的第四波疫情 难道不应该更加严格控制吗 为什么这些民众还强烈反对呢 对 这个是 的的确确是一个社会很大的问题 就当大家面对一个共同的危机的时候 能不能团结起来 能够协调一致 真的是考验一个社会的公共道德 也考验一个政府的这个叫执政能力 那么大家都知道 现在这个第四波疫情正在路上 尤其是Delta病毒 以及这个现在未来还会出现新的病毒 这个辉瑞的CEO也说了 就是出现一种能够抗疫苗的病毒的概率是非常大的 那这样的情况下怎么办呢 大家都知道这个很多人仍然在反对 反对疫苗 反对戴口罩 最近美国就有一个反口罩令 叫自由联盟的一个领头人 这个年轻人 30岁 就死于新冠 他一贯就反对这些东西 不打了疫苗 也不戴口罩 你看最后就中招了 但是你回过头来想 这个美国和加拿大 实际上都是一样的 有一批人 他们在这种自由的体制下 这个生活过来 他们对这个突然来的各种各样的禁令 是真的是不适应 你比如说这个疫苗护照这个事 大家都知道这个疫苗护照 就是你到任何一个公共的场所 你要出事 你已经完全接种了疫苗的一个证明 大家可能每个人不妨去打了针了以后 不妨去申领 它应该是一个电子的 可以存在手机上的 反正我已经注射了两针 那很多人就说了 公共场合 比如说聚会 我去聚餐 有的人就有疫苗护照 有的人就没有 难不成我们这个会餐 聚餐都聚不成了吗 还有包括去看待客人 那有的人就有 有的人就没有 那难道我们就不去一个地方 比如说去做一个小小型的party 就办不成了 所有这些实际上都考验着一个 疫苗护照的细则 的的确有各种各样的意见都会出来 那么这里边也有这个法理 也有人情 你说真的不让人家相聚 也是不可能的 但是呢 又不可能完全关闭 就是shut down 像这个去年那样 如果再来一次shut down 我估计这个 无论是美国经济也好 加拿大经济也好 全球经济也好 都是承受不了的 你又得启动这个关闭模式 又得启动发钱模式 你想这得发多少钱呢 这次这个特鲁多政府之所以被别人反对就是发了太多的钱 最后导致呢 联邦政府债台高筑啊 有一种估计说啊 就可能要还30年才能把这个钱还清 所以不要轻易的说发钱就是好事 你发钱最终是要还的呀 所以我觉得这个未来啊 还是要强调啊 我觉得最有效的 最简单的办法 我觉得就是保持物理距离啊 就两米远啊 或者哪怕一米远也行啊 另外一个呢就是戴口罩 这是最简单的啊 至于说打不打疫苗 有没有疫苗护照 我觉得不是很重要啊 因为很多人实际上他有各种各样的顾虑 他不愿意打 或者是打了以后呢 也可能无效 所以呢 又想参加各种各样的公众活动 又要去上班 那怎么办呢 就是保持物理距离 以及呢戴好口罩 我觉得这是最经济 最简单也最可操作的办法 比这个华而不时的疫苗护照 要好得多啊 主持人 一样老师 九月是开学季 面临第四波疫情 您对学生和家长有哪些建议呢 对 这个就关系到我们的小孩子了 实际上刚才说到的这些 戴口罩的户 这个口罩令啊 我觉得这是一个考验一个国家 这个叫做自由和责任之间的关系的一个 一个社会道德的问题 也就是说有些人说我要自由 但是自由了以后 其他人可能就会因此遭罪 你比如说 你可能没事 但是你因为带读 最后可能就传给小孩 小孩呢 又传给他的grandpa 传给老人啊 这实际上就是一个责任的问题啊 所以这次这个9月1号一开学啊 很多家长就如临大地啊 因为什么呢 大家都知道这个9月1号之前啊 很多同学都是上网课的啊 无论是大学生 中学生还是小学生 有相当一部分都是上网课的 9月1号呢 就要求他们必须得回教室 那很多人就非常不适应 我怎么办 我一回教室如果被传染 怎么办 我们家还有没有打疫苗的老人呢 等等等等 这一系列的问题就来了 我在此呢就给大家 这么三方面的建议啊 第一呢就是 只要是去学校 一定要戴口罩 这是没什么可疑虑的 因为我们这些华人 应该说都有这方面的自律啊 那么第二呢就是 尽量让放学回家的小孩子 和老人少接触 为什么呢 就是即便小孩子他没事情啊 因为很多小孩子 他即便是带了病毒 他也反映不出来 他仍然是慌疯乱跳的啊 那么他跟这个老人一拥抱啊 或者是一亲近 老人他的身体受不了的 大家都知道现在很多的 这个数据都证明啊 老人即便是打了两针 没有打第三针 加长针之前 即便是打了两针 他仍然是无法抵挡这个新的 Delta这个病毒的进攻的 所以要特别特别小心 所以我第二个建议就是 尽量能够让小孩子 尤其是上学的小孩子啊 能够跟老人呢 能够隔离开 第三呢就是 很多这些从线上 转为线下学习的人家 那我们家孩子到这个学校 那吃饭怎么办 吃饭总是要把口罩摘下来的 对不对 那我就看到这个家长群里面呢 有的家长就说 那能不能就不吃饭啊 当然可以了 你让小孩子就一直饿着 不吃饭 然后戴口罩去戴口罩回 是可以的啊 但是你想这个小孩 如果不吃饭的话 他体力给我们上 对不对 那么还得有家长呢 就说 能不能就是到时 午饭的时间 这个大人呢 就把车开到学校门口 小孩呢就到车上吃完饭 然后戴了口罩以后再回去 这也是一个办法 但是前提呢 是你们家必须得有这么一个大人 一到中午的时候就要去送饭去 这一系列的问题实际上都反映出 就是最好还是能够在学校正常学习 然后正常吃饭 那么这个就要求我们的学校当局啊 也可能家长我们也要呼吁了 就是在吃饭的时候 要保持安全距离 最好这个吃饭 如果要是天气人气的话 可以在这个空气流通比较大的地方 甚至是在露天的地方就吃 这样是这样是最安全的啊 所以我就做了这么简短的三个建议啊 为每一个开学的家长和同学啊 做一个参照 总而言之呢 我们这一场疫情啊 不但是考验了一个地区啊 一个社会啊 一个国家 它的防疫的能力 同时呢 也考验了一个国家的有关啊 自由和社会责任啊 之间关系的一个道德水准的问题 希望我们每一个华人呢 能做出表率啊 能够打赢这场抗疫的这个战争啊 主持人 好的 严老师 感谢您今天的分析 谢谢各位观众啊 谢谢大家关注我们财经大吉项 咱们下期再见 观众朋友 如果您有更多的问题 请跟我们留言 与我们交流 我们下期再见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明镜与点点栏目